把握大事板块 洞察投资机遇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满侃金融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1年3月23日8点15分 美东时间2021年3月22日20点15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再度封锁压力上载 这个再度封锁呀 指的不是咱们国内啊 国内现在是一片大好 但是外国这块比较乱套 就是欧洲不是上周已经封锁了吗 现在美国这块的周末的统计数据出来了 说这个疫情啊反弹比较严重 这两周 在纽约这块还发现了这个新毒株 这就比较麻烦了 会不会这个预期的 就是这个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会出现一波三折的情况 现在呢都是未知数 而现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呢 在这两天呢今天还行啊 今天打了打横 前两天呢是出现了一个 大幅的下跌 而美债的收益率下降 美债的收益率下降呢 更有利于科技股 对于由于疫情的这种反复啊 个人呢对于A股的板块在这段时间的反弹 认为应当还是关注一些医药类的板块 啊 昨天的医药和一些健康类的已经动了啊 像前一段跟大家提到过的 长山药业 我说呢他是受到了啊 一些监管的处罚 但是呢 总体上基本面应当问题不大 啊 昨天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反弹 啊 拔出了一根中长阳啊 中阳偏长的一根阳线 这是一个信号啊 就是在这个医药板块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昨天的这个反弹 是不是啊 就代表整个趋势要变了 这块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我先说一下我个人观点啊 我认为 昨天的反弹不足以改变 现在上证的趋势啊 就是这种下降趋势还没有改变 但是呢 是一个好的迹象 但是他是一个下跌的中继 还是一个反转 我目前来说呢 我们来看 他的MACD 小时线 现在是在做底背离 也就是日线的 金叉 啊 也就是日线的第一次金叉 大家要注意啊 根据现在多个 软件的这个统计数据 什么南极星啊 什么富途啊 什么东方财富啊 什么一盟啊 这些统计 现在的MACD金叉的可靠性 不是很好啊 咱不能说非常的差 他的用MACD金叉死叉来做交易 成功率基本上是 40%多的胜率 我们知道在股市上 如果你要是说低于52%的话 那胜率的话 你就甭有甭甭看了啊 他是47%点多 那么这种胜率呢 就比较差 呃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注意啊 我经常跟大家说的是什么 用MACD的背离来做 但显然现在的上证是不可能给你底背离的机会的啊 因为我们可以看这块太短了啊 即使有底背离也是非常小幅度的底背离 那么上去之后呢 到底能有多大的力量 咱们真的现在看不清楚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 现在由于小时线的底背离啊 小时线我们是能看得出来的 小时线现在已经底背了 小时线底背离 我们再来看15分钟线 15分钟线上灵轴了 15分钟线上灵轴 小时线底背离 在这种情况下 几乎可以说我们在未来几天 要等待着日线金叉 日线金叉之后 能不能直接上灵轴 不知道啊 那得看到时候的动能有多大 如果它上灵轴了 那么这一块大家就要小心啊 上了灵轴之后 上方的就直接面临着 3550的压力 大家不要以为啊 直接就奔着3650 还觉得能有这个啊 200点的涨幅 没有啊 就100点 他如果是这块直接 上灵轴 就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压力 100点啊 因为它是金叉没有那么大劲 如果要是在这儿 磨磨叽叽磨叽叽 什么叫磨磨叽叽 就是慢慢腾腾磨磨蹭蹭啊 是这样一个情况 在这儿走走走走走到这儿 又回来一下 然后又起 反倒可能会突破 这个季度线 奔着3600到3650一线 但是我到现在依然认为 想突破3650 目前上证 不具备条件 啊 现在上证还不具备条件 即使他在这儿做一个小的 不太明显的W底 啊 就甭说他现在微型底 忘记起来 啊 他现在要是说走 如果他现在金叉 直接上零轴的话 那他就是微型底啊 到这儿就得下来 就到这儿 就得再往下走 如果他不是啊 那个规矩一点 这样 你看这不是反弹了吗 反弹之后 在这两天 再下了一下 再往起起 那么这样呢 就会 形成一个 小的底位离 那么压力位在哪呢 压力位在这个 3500附近 这块呢 再做一个 不规则的底位离 再往起走 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到3600到 3650之间 也就是说 他有可能突破一下 嫉妒线 但是真正的 是不是能够突破 不知道 啊 不知道 我依然认为 嫉妒线这块压力比较大 而且这波下跌 昨天的这个反弹 感觉没有跌透 这只是多空双方的 第一次 僵持 第一次僵持 后边 还会有 一个漫长的持久站 那么如果 要是说 一个漫长的持久站 就跟 我上次跟大家说的是 会走出一个 什么图形呢 会走出一个 反复震荡的 就是在这块 啊 就是在这个区间 反复震荡的图形 可能就会 走成这样 如果要是走成这样的话 我们这一段时间呢 就要么 您是做短线的 踩准节奏 如果您要是做中线的话 这段时间 我还是那句话 您啊 一礼拜 来看看咱们这个 阿满侃金融 就是一礼拜 您看看大盘就行 咱们这阿满侃金融呢 基本上呢 这段时间 以技术教学为主 啊 咱们这块 以技术分析教学 大家可以看 我这块会把视频 那个上传 因为呢 这个前一段的视频 我都会给大家上传 后一段如果完整版的 还是您去联系 这个正宝教育去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防止二次探底 因为二次探底 不排除再探这200天线 我们注意啊 这200天线 因为现在有很多港资和美股 就是美资来这个炒作 A股 通过这个护港通啊 这个深港通啊 来进来的 这些钱 那么咱们以前传统的 250天线 对于 这些外资而言 他们不认为啊 这是一个支撑位 他们的机械算法 都是用200天线 来算 有时候会刺破200天线 到250天线 这块是一个 震荡的 就是可以刺破的区间 它并不跌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呢 它在这块会有一个 反复的争夺 窄幅的区间 就是在 3300到 3550之间 宽幅一点了 啊 个人认为是应该在 3200 现在由于呢 呃 已经把这个 年限给带上来了 应该是在 3250到 3650之间 这个宽幅震荡的区间 应当依然保持不变 上证 没有条件 一举突破 如果 国外这块的 lockdown 再继续 啊 再继续 原油还是不能提振的话 呃 美债的收益率 由于现在已经上下了 我目前看呢 要说再完全的下来啊 可能也 几率不太大 它会有一个小幅的回抽 但是呢 彻底下来应该几率不大 但总体上来说 如果经济预期 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上证将出现 差不多得是 一个月以上的 这个盘整 中间呢 盘整之后 呃 不是这个中间 就是一个月以上的盘整之后 到五月份 会不会有红五月 像往往常一样 我们 那还得有待观察 那得看这个经济情况啊 各方面的形势来看 如果 在这个 五月份 出现一个反弹之后 我们还需要注意啊 那会儿 可能得做适当的一些减仓 因为总体判断 咱们 A股 震荡区间 应当是在 三到五个月的时间 真正的让它 能够出现 好的业绩 很有可能是出现在 今年 八九月份了 这块就说的就比较久远了 这是一个可能是单边 再往上攻的行情 是八九月份 但是中间 有两个时间点 大家要记住啊 昨天的这根阳线 不能证明就是说 趋势就翻转了 真正的要是想趋势反过来 我觉得呢 五月份和七月份 中间应当是一个 相对好的上升期 但是这块我们也得观察 万一的四月份给你来一下呢 但是四月份很有可能啊 我老觉得是 会是到这儿 然后 到这儿 再下来 先是窄幅震荡 等五月份才能走出这个宽幅震荡的趋势 那么五月份宽幅震荡 我们就坐起来就比较舒服了 我们可以等 等它上来 那么五月份宽幅震荡 它不能震着 它老往上震吧 它还得往下震呢 正好到六月份再往下回调 差不多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头七月份 或者六月底 也就是美国这块 因为有一个二季度的四五日 对于他们的资金交割头寸 要求的特别严格 那是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五 在这块时候 我们A股上的一些外资 可能就会提前撤离 撤离完了之后 在六月底时候会重新 回到我们A股来布局 在这种情况下 很有可能在六月底到七月份 再迎来一波 就是咱们刚才不是宽幅震荡 一上一下再一上 然后八月份到七月中 炒到跟去年一样 炒到七月中 七月底时候再来一下 到八月份 这是真正的一个盘整期结束 然后再继续上攻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基本上完成了 这个三到六个月的一个横盘 到九月份才能给我们大家 一个真正的单边行情 那么我们现在呢 能够做到的就是耐心持股待涨 千万不要轻易的反复的止损 然后买入买入再止损 这是不可取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如果您要想观看技术分析教学的视频 请您在下期节目 就是美股下期的A股节目 再看 因为美股呢 下期咱们还有一期 美股之后 在A股的节目呢 咱们就不做大盘的分析了 而做这个技术分析的教学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